这场看一下这个热烈的气氛 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是有一个特别的报告 有一个特别的专家 那么这个呢体现了我们请的这个演讲的嘉宾 香港中文大学郎贤平教授 在我们浙江大学同学和老师心目中的这个地位 同时也体现了我们浙江大学学子们的 精神方貌 就是我们关注社会 关注企业 关注经济发展 那我相信刚才我们NBA协会的同学讲的呢 大家都能够注意 就是在今天晚上的整个活动里面 特别是上面的同学啊 注意一下安全 注意一下秩序 我们请郎教授呢 先讲一个多小时 他讲的主题是关于股份制与监管新思维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希望大家保持安静和秩序 然后郎教授会安排一段时间来回答同学们和各位来宾的提问 到时候呢 我们NBA协会的同学会把话筒递到您的身边 那么总的我们希望大家保持秩序和安静 是我们郎教授的讲座报告能够顺利进行 下面我们就以热热烈的掌声 有请香港大学 著名的经济学家 财务专家 郎晨庆教授 谢谢大家 这个就可以 我知道我要走得走去的 你们就坐在前面来吧 就坐在前面吧 没关系的 我说门口那些人 走进来坐在前面吧 坐在前面来没事的 对对坐地上可以 对啊 这多好 这第一台嘛 对不对 这个学生不要害羞嘛 往前做没关系的 其实我来以前 很多的媒体问我说 郎教授你为什么会到浙江大学 跟学生做演讲呢 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你的惯例 你应该是给这些大企业做演讲 或者是去收钱 赚点钱 比较像商学院的教授 是吧 大家都这样想事 可是各位讲 今天请我最容易的 就是本科生打电话给我 我是很难拒绝 我记得我在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在你们这种年纪的时候啊 我有一次写一封信 给美国一位教授 他就是 维观经济学上面 对他的名字叫做包某 他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他给我回了封信 讲了一句话 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然他可能是骗我的吧 不过他当时这么说的 他说一个年轻人 有你如此的激情 将来一定能够成为 伟大的经济学家 当初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 很努力想成为经济学家 发现这个路不好走 结果我念完本科生以后呢 就经历研究生 成绩很差了 然后我要 我要临毕业以后呢 我的老师啊 把我叫去 他说郎显平啊 你这个人啊 水平不行啊 所以你最好不要出国念书了 因为这个念书啊 是叫很辛苦的路 那我就问他说 那老师 你问我该干什么呢 他说像你这样子水平的人啊 最好去这个国家银行做事 还可以配给你这个公家宿舍 还不要花钱买啊 哎我说这个主意倒挺好的 所以我就 大学 研究生毕业以后呢 我就跑去 去投考这些国益银行 结果当然不晓得是幸运呢 还是不幸运 没有一家要 那我在失业之余啊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找婚的男人了 所以我的儿子跟我站在一起呢 看得像我弟弟一样 我儿子 我儿子已经二十几岁 比你们都大 找婚了 那个我爸爸说啊 在台湾啊 这个长得潇洒男人 都是找婚的 没办法 那个我没办法了 我失业之余啊 我只有去考个这个GRE啊 我考了1640 总分不是1800啊 总分是2400啊 然后呢 我就找了七家 比较差的学校申请啊 结果没有想到 就一家学校要我 其他都没要我 那家学校就是 沃顿商学院 所以这一直是一个 历史上的名印子吧 因为他们的GRE成绩 从来没有低于2300的 为什么会说我呢 我到最后终于明白了 因为当时我申请的戏呢 叫商业经济戏 是第一年招生 全世界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戏 所以他们准备收十个人 但是五个人报名 所以我就进去了 那么为什么 后来用力成金融学博士呢 因为一进去以后呢 我们那个系主任 找个别谈话 说郎建平 你这个人啊 水平还是有点问题啊 你们这个 你这个教授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教授对你的评价不是太高哈 所以我们希望你去考个 维基分的资格考试 我想那怎么能考呢 我怎么考得过呢 是吧 我就百般哀求啊 你知道老美吗 也是很严肃 说不可以 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在校园里面呢 就要闲逛了 就刚好看到沃顿商学 你们出来几个老美 这个灰头土脸的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 他说好难念啊 我说真的吗 我说你们要不要考维基分啊 他说我们不需要考 我说带我进去你们系主任吧 帮他们系主任 我说我可不可以转进来 他说没有问题 我们收了26个学生 第一个礼拜 不我们有1200个报名 我们收了26个 1200个报名 收了26个 都全世界最好的人 第一个礼拜以后呢 就淘汰了12个 那么有12个空缺 我们很欢迎你进来 我说你要不要考维基分啊 他说不要 那我说拿好忙进来啊 就等他签了字以后 允许我转系了 我第一句话问的就是 请问什么叫做金融学啊 然后日后呢 订完博士以后 留在美国教书 教了几年呢 还是很有 还是很有点小成就的 我记得我毕业的第二年 写了一篇论文 就是美国的破产制度 那篇论文呢 是1990年呢 到现在为止 还是排名全世界 引用力最高的论文 最排名第一的论文 就那时候就到名校教书 我在芝加哥大学 纽约大学 密西根大学 什么什么 俄亥之类大学 温能上学 我都教过书呢 就碰到了 我在本科生二年 的时候写信的那位 那位教授 那么那位教授呢 日后 跟我很熟悉 因为我在学术界的 这个 这个发表论文 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他对我很熟悉 我说你记不记得 你在15年以前 给我回过的信啊 我给他看了 他说对不起啊 我那时候是安慰你 我随便乱讲 所以我这一生啊 走到现在呢 这个积运对我来讲 还是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我当时告诉我自己 有一朝一日啊 我万一有点什么 小名气的话 只要本科生找我的话呢 我是一定会 来给各位做演讲 所以今天坦白讲 是非常的辛苦的 但是能够看到各位同学 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好像又回到我 几年以前的我 大概三十年前的我吧 而且看到同学 如此的激情 我又记得那句话了 一个年轻人 有你如此的激情的话 将来一定能够成为 伟大的经济学家 送你们全部各位 我今天啊 要讲的题目呢 是股份制 我给各位讲一段历史 我们这股票市场 搞得很差 我们这个股份 有些公司 各位有没有 曾做个点思考 我今天演讲的目的 我是要告诉各位同学 将来你要成为 伟大的企业家也好 或者一个成功的人也好 你必须有一个反思维 你要不断的问为什么 那我访问各位一下 股份制 有什么 有哪两大这个要素 第一个是管理权 所有权的分开 是吧 第二 是 有限责任制 也就是说 债务不肯追索 到股东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大家有没有提出过疑问 这两个有什么好的 我们中国在20年前 引进来股份制 是因为股份制好吗 还是我们 迷迷糊糊的随便 引进来一个坏制度 不然我们今天股票市场 怎么会这么差呢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所以把这个问题丢给各位 我呢 跟各位讲的历史 经过个人的考证 全世界 第一个股份制 是在西元第十世纪的时候 在英国出现的 那是一千多年以前 第一个股份制 当时为什么会有股份制 因为当时是神权时代 是天主教会 控制着欧洲 那么在前一个世纪呢 格利格大主教 他提出过新思维 你只要在死掉以前呢 把你的家产 捐给教会 将来你死掉以后呢 就不用下地狱 受地狱之火的煎熬 所以很多有钱人呢 到这个时候呢 赶快 把这个家臣都捐给教会 免得下地狱 这个地狱很可怕的 一直到了西元第十世纪中叶的时候 全英国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土地 是属于教会的 那么各位请注意 教会的神父 是不能够结婚的 他是没有继承人的 所以虽然当时的欧洲呢 这私生者现象比较普遍 但是你没有法定继承人 那么大家会想想看 如果神父没有法定继承人 他怎么经营这一片产业呢 他自己要侍奉上帝 他没有时间经营这片产业 所以到最后呢 逼得他不得已 必须得寻找什么 职业经理人 而这也是为什么所有权与管理权要分开的主因 而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制度好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事情就是 有限责任制 有限责任制有什么好的 我们翻查历史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现象 当时这些职业经理人 他要向别人借钱 各位想想看 如果借钱不还怎么办 肯定那个债权人 就矛乱 肯定拉着你去到教堂 去找神父要钱 这是一定能的 可是这两个人一想 我们去教堂要钱 惹怒的上帝怎么办 两个一起下地狱 想想不划算 干脆讲好了 我现在借钱 我告诉你 咱们到此为止 我如果还不出来的话 你千万不要到后面 去教堂里面去闹 你闹吧 咱们一起下地狱 债权一定有道理 好吧 同意 因此 所谓的有限责任制 是因为为了什么 保护上帝的殿堂 而创始的制度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好 因此我们 我们这个念书 是从来不彻底 而且我常常在 我不是讲你们本科生 我在对企业家讲 或者常讲这句话 我们这个书 我说各位企业家同志们 我们这个书 大概都是考高考 都念完了 日后 我们再也不去研究 到底为什么 会有这种历史的现象出来 比如说这个股份制 大家想想看 像这样子的股份制 一种不得已的制度 有什么好的 但是为什么 从第十世纪开始 到十五世纪之间 十四十五世纪之间 股份制能运行的 如此之好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的职业经理人 有着对上帝的操守 有良心 那么请问各位 你们有没有良心 你们有 因为你们还年轻 十五年以后 十五年以后 你再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股票市场 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市场 那我们的股份制 一定运作不了 但是当时呢 是有着一个对上帝的信心 对上帝的良心 一种职业的操守 让股份制运行了四百年之久 四百年之后 怎么办 我们继续翻查资料 我们发现了 天主教会腐败 这些教会的神父们 开始花天酒地 各种你能 你不能想象到的腐败都出现 因为股份制的运作太好了 但是在这四百年当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深深的影响到在座的每一位同学 我举个例子来讲 为什么会有会计师 为什么会有律师 为什么会有法官 为什么会有法院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么经过我们查证的结果 我们发现 当时的职业纪理人 在做账的时候 是拿张纸 随便乱 随便鬼画胡 你知道 你写你我写我的 根本就看不懂 因此教会 为了查账 不得不发明套制度 这个制度 就是今天的财务会计 是在西元帝 十一世纪的时候 在意大利的神父所发明的 就是借贷平衡的财务会计学道理 那么这个会计学 在一千年以前 跟今天是一样的 我们这一千年来 这会计学 没有什么太大的掌镜 那就是财务会计 律师怎么来的 根据资料的考证 是这么来的 当时你不教地主怎么办 我就派一批打手 去抓你 揍你的 当时的英国人 还是比较注重 所谓的教养 他们不愿意 在光天化日之下揍人 所以他们怎么干 拍一批人 把你架走 架到附近一个小屋子里面去 小屋子里面的门一关起来 就有一个人 拿着一个 什么小树枝 告诉你 我今天 那揍你的原因 是你没有教地主 兄弟们上了 就弄了海 捅住他一顿 日后 这个小屋子 就是日后的法院 拿着数字 讲话的那个家伙 就是谁 法官 你打手呢 就是日后的律师 经过一千年演变 这些职业呢 当初最龌龊的职业 现在变成我们最尊敬的职业 对吧 你们有几个会计系的 法律系的 现在你们祖先是干什么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 英雄不问处处 是吧 400年以后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 我刚刚说过 教会开始腐败了 开始吃喝玩乐了 开始不再侍奉上帝了 大家学过历史 小不小的有个赎罪券 结果这个没有 中古世纪一个赎罪券 赎罪券 什么意思 这个教会啊 好麻烦哦 你把土地捐给我 我还要帮你找个职业经理人来经营 还在赚钱 烦死了 不交地主还揍你 太麻烦了 干脆 干脆 别那么麻烦了 搞个什么呢 总的这个叫做 我用 这个 这个 我扶着腐败 来来 接着我扶着腐败 就是这个 扶着腐败 别麻烦了 干脆 发现都扶着腐败 你们来教会 你呢就给我 信金 我把书记金给你 就得救了 千万不要把土地拿过来 把这个赚钱帮我更快 那我一两百年以后 这神父 一直都写麻烦 还好叫上来 我还接待你 太麻烦了 干脆 找个什么呢 找个生理 连锁店 别说 不是 没叫你走吧 连锁店的英文怎么讲 为什么这个字 知道吗 从法国开始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每一个接口 来个便利店 你想赎罪吗 你就拿钱 去便利店买就好了 也不然来教会 谁得麻烦 咱一个月结价一次 就没这种情况 这到了什么 到欧洲的中途时代 十四十五十几 教会已经浮夸到欧洲 为什么有宗教革命 到时候我发现了 这中途时代 这种叫革命啊 都是跟谷歌词有关的 当时一个 人家不好猜啊 小孩子做事都不彻底 很心不负责 也不认真 这要提醒他 对 对 我好久没有 我好久没有用粉笔写字了 大概千万有十五年了 在当时这么久的教授 没有用粉笔写字 教会开始腐败 为什么有宗教革命 我们查了一时后 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一个叫做卡尔文的一个人 这个是什么呢 当时罗马的书记主教 叫卡尔文 有一次工作演讲 我就不敢实话实说 因为我们叫习近郎 没有什么假话讲讲 所以我比较注意一点 卡尔文 这些非常窝囚的事 那么我私下来告诉什么事 跟话讲 我刚刚讲 卡尔文要汇报工作 向教会汇报工作 来不及汇报 来不及通报 一打起早 又急急忙忙的 冲进了教皇的寝室 睡到地方 把门一打开 他极为震惊 然后呢 他尔文呢 就走到床前 教皇跟另外一个 也目睹口大地看着他 他走到床前 拿起了教皇的权杖 讲一句历史的名言 我要你重新以后 永远受地狱之火的煎熬 就把教皇的权杖 杀在地上 吹个粉碎 他说我们要开始 宗教革命 宗教革命 洗什么口号呢 因为今天经济学的术语 叫做救赎的 上天堂的下歌弹性 唯一银 什么叫刹个弹性唯一银 就不管你拿多少钱给教会 你都不可能被解救 认了吧 这个人也希望了 你要从小到大 就把这行为要端正 要孝顺父母 有爱兄长 又来了 就吴康年后 发出来了 怎么把新车一清 哎那怎么行啊 这个这个 我们不能得救的话 我怎么能捐给教会呢 所以就不捐了 你知道吗 所以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 你发现怎么样 这个教会是门可夺去 他都不去了 不能得救 可是老百姓啊 他的心中啊 是空虚的 当他失去了一个宗教信仰的中文 他希望得到一个寄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中古世纪的时候 国家是干的出来 以前是没有国家的 以前是没有国家的 因为 因为宗教的衰落 而造成了老百姓 把往生啊 就下一条日子呢 搬到今天来 我既然没有确保 我现在在干什么 所以我在今生呢 我希望我能活得更好 为什么不知道 下来干 下来我要干什么呢 因为原来还可以捐请给教会 因为还可以得救 现在 从小到大 希望要端正 谁家有把握 希望一会端正是吧 没有人有把握 现在可以做得好 也没有人把握 我给你不下地域 那么最后要干什么呢 在今生 把日子活得好一点 就是这样 留给大家把注意的啊 都放到今生了 因此 国家出来了 很多地区的 小土爸啊 小财主啊 就说 你不想今生过得好吗 他说想啊 肯定想啊 你想你的妻子儿女 不受到 也有欺负吗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我来保护你们 我用国家的名义来保护你们 什么保护呢 你们交什么 你们拿钱给我 不是保护费啊 是什么 税 就开始是税收制度 你们交钱给我我来干 那么这些国王拿到钱以后呢 把自己的城堡啊 盖得非常漂亮 老百姓呢 跟中国不一样 老百姓呢 是住在城外面 中国呢 是包在一起的 住城里面 欧洲是住在城外面 这国王啊 花这个钱啊 越花越爽 越真好 收保护费是最好赚钱的吗 卖白痕 收保护费最好赚钱 那他现在收保护费 美金们叫税收 赤善网就是我们 这个账务制度 来 花花花花花到最后啊 你这国王的兄弟姐妹不干 所以你一想 还凭什么你是长子 你就当了国王 你可以花这所有的钱 而我们呢 只能拿薪想拿薪水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欧洲中古世界呢 就发生什么 不流血的贵族暴动 成立了一个叫做 猜一下怎么办 哎这回憶太细了 那上医院 成立上医院 那么今天我问各位一下 加拿大的上医院 他的成员是什么人 加拿大 都是贵族 这就是西元十五世纪来的传门 为什么目的 分上 议会者那个目的是为了分上 就是这一批 贵族 和国王 就税收如何来分上的问题 来进行协商 叫做上医院 好了 分上最后 国王不得不把税子拿出来 哎呀 什么什么修路啊 铺巢啊 反正是铺路啊 修巢什么都要干 其实我们今天干的事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贵族呢 就从中得了下好处 寻猪嘛 都是一样的 哎呀 都往西里又想又不爽 那凭什么给你成章呢 到这摆盘的乌奈之下呢 就问了一下他手下几个大臣说 有没有办法 咱们搞一点银子的画画 都不要跟他们成章了 他手下的大臣呢 也有几个比我还聪明的人呢 要跟他讲 有个办法 咱们啊 直接把这个黄金白银啊 从海关弄进来 也不要经过税收 因为税收就是按照法律规定 你要分账是吧 不要经过税收 咱们直接运进来 那么国王说 怎么运呢 他说我们啊 成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取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绝对是在座各位 感到痛心疾痛的名字 有印象吗 有 东北公司 这个带来中国人 几百年的扯鲁 东北公司 就是能说成立 为什么成立这个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呢 就是希望 把黄金白银 通过海关 直接拿给国王享用 这个原因起来 那么怎样去拿黄金白银呢 干脆事出新队 所以当时打到哪里 南美洲 非洲 以及亚洲 这时候都开始了 十六十七世纪开始了 当痛心疾首的 几百年开始 打仗 打仗 打到这条死人吧 国王花钱 老百姓死人 想想老百姓也不干 老百姓说凭什么 我的子弟兵 我的儿子上战场 被打死了 然后赚的钱给你花呢 又整个不公平 所以就很多人呢 晚上就开了party 在party里面呢 就谈如何分仓 所以我们呢 要跟商议院闹 怎么闹呢 从海关寄火的钱呢 也不能给国王一边的话 我们呢 要同时要分仓 那么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party 在party谈这个事儿 越讲越激动 所以在这个party 想发这群人 就叫什么 哎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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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y什么意思 政党 所以各位就不知道 政党 就是怎么来的 这是因为在party里面 这位分仓 所以 不同的party 代表 不同的利益团体 执行的同一个目的 分长 所以这些人呢 就成立了什么 下议员 那么在不同party开会这些人呢 就形成了不同的政党 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跟对方打个你死我活 这就是今天的竞选制度 选举制度 你解决的意思吗 为什么这个party推出这两个当议员 而别人不能推出来呢 因为他竞选 所以竞选就从这时候开始 目的做什么呢 分长 所以某个人 这个世界上 大家努力追求的民主制度 原来当初是分长大会 各位有没有想过 其后的发展 深深影响到战斗每一位 为什么会有债券 为什么会有股票 为什么不会有钱公司来的 都是跟东英不公使有关 而东英都公司呢 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什么 一个伟大的股份有限公司 而是我们很辛苦的引进中国人的制度 但却没有想到 这种制度 引到中国来 带给我们二十多人的祸患 可是二十多人的祸患呢 在欧洲已经经历过了 只是我们不学习 我们不是一个好学的民族 我如果不能跟我讲讲历史的话呢 我敢相信在座各位 除了低盘的交错以外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来不重视别人的经验 我们完全不知道 历史的剧轮呢 不断重复着过我们的悲剧 而今天中午早发生的一切 在三四百年纪欧洲都发生过 这是我不学习 打仗打到最后 不管你拿到黄金白银 战争呢 是劳民伤产的事 打到最后呢 国库空虚 所以很多国家不得已 开始发生战争战券 就向老百姓集资来打仗 可是战争战券很有意思 到期要还款是吧 还不出来 还这什么办 转下来打转 没有股票 现在我再去 没有股票 不能乱转 怎么办 发生不写 通通上不能乱发行 而且当时是金国会制度 当时金国会制度 当时金国会制度 以及副国会制度 就是用黄金 当成本位 或者用黄金和白银 当成副本位制度 那么这个是不能乱发货币 必须有黄金或者是黄金白银 当机主来说发行不必 所以当时不会有黄金的问题 但是不能发行钞票 好吗 怎么办 各位想象 我们曾经在农村做过的事 再就还不起 打白桥 四百年前 欧洲又打过白桥了 打白桥 打白了你还是要还啊 他说 我的商讨金了 哎呀 又找一个这些聪明的 这个金融学博士 哎 这个白桥怎么办 这个白桥啊 羊皮做的 落在一起 它这么高一落 这么一落存量 存在这里存量 英文怎么讲 啊 Spark S T O Z K 存量的意思 存在这里 一无 一无Spark 搞不出去 狗狗又在烦恼 哎 说怎么样 把这个Spark 给它搞出去 然后又很多人 把它触摸策划 那么其中有一个测试呢 就说要搞 要把这个Spark 这个鬼东西要搞出去 我们一定要骗 怎么骗呢 第一步 要搞一个Market 搞一个市场 哎 各位傻傻现在这样子 SparkMarket 什么意思 我们要骗 就要搞个市场 叫StockMarket 就是白条市场 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骗的话呢 你不能搞个像菜市场一样 乱七八糟的不行 对不对 你叫FREE堂皇等的 所以各位去看 各处的StockMarket 不管上交所 深交所 连交所 都是FREE堂皇等的 骗 你不把他再看 包包 传统上都是最漂亮的建筑物 一定是大理事 做成的 一定的 不这样做 就骗不了人 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在当时 欧洲 各处都建立StockMarket 都是骗不骗那样的 可是还是有下一步啊 你还是没骗是吧 国外就说 我怎么骗呢 这样子 我们要创造个概念 你们有学过这个金融财务吧 你们听我家里讲 我看你会不会笑 当时测试讲说 咱们要骗 怎么骗呢 这不行啊 这张纸 不值钱 怎么骗呢 这要不要讲这张纸 你要骗那些傻瓜 你要跟他讲 这不是纸 这不是纸 它的价值是很有价值的 是什么价值呢 它的价值决定于未来的现金流 黄金反应是现货 股票呢 不是股票 白条呢 就是未来的现金流 国王说 什么叫做未来的现金流呢 那几个谋师就说 比如说 东英副公司 在中国那些还没有抢来的黄金反应 不就是未来现金流吗 对对对 国王说这果然有概念 好 那国王说 每一张股票的背后 就是 你可以拿 一部分 东英度公司的股权 而东英度公司呢 最后给你带来 未来的财富 财富从非洲南美中 还有可怜的中国来 哇 大家一起为之疯狂 把第一批傻瓜就来抢购了 然后这批傻瓜抢购了以后呢 就回去告诉第二批傻瓜 哎呀这张白纸 代表未来的现金流 最后还有很多无聊的经济学家 像我一样研究未来的现金流是怎么样分配的 就是当时搞出来的东西 然后第二批傻瓜拿到以后呢 再骗第三批傻瓜 第三批傻瓜以后呢 再骗第四批 一直骗到最倒霉的一批 就是最后一批 碰到什么事呢 股市崩盘 为什么崩盘 因为你股价啊 脱离十字面 这样太高以后呢 撑不住的 你要崩盘 所以欧洲从17世纪开始了 经历过三次 欧洲金融危机 而这三次 都是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运作 这都来了三次 而且这三次进入危机呢 我们事后发现了 跟今天的中国是一模一样的 官商东西 内幕交易 操纵股价 还有什么 像银行借款来操股票 银行就这种来了 银行这个字啊 是邓子的意思 一大语为 叫做B.A.N.C 什么意思呢 从 威尼斯开始 就是 有 有所谓银行家吧 坐在椅子上 那个字叫bank 拿钱放个桌子 放一大杯钱 你想炒股票吗 拿股票来我先给你 这样的 好吧 就这么干 叫做银行 那么最后 这个B.A.N.C 就慢慢演变成拉丁文 B.A.N.C 就是我们今天的名堂 大家各位知道 这本意义是叫什么 板凳原子 当时发生三次金融危机 各国政府无计可施 只有 出此下策 英国跟法国都完成了什么 泡沫法案 规定 英文规定 不得有股费有些公司 因此泡沫法案禁止了 股费有些公司达一百年之久 法国禁止银行运作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因为各国政府对股购市场的掠夺 与剥削重销股民 是毫无办法 毫无办法怎么办呢 那只有关掉 所以故事讲到这里 应该差不多讲完了吧 股市关掉 再也不会有我们今天 所受陷入的当时才 可是在当时 欧洲经济如此率费指使 出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国人看过的书 但是都没有看懂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听我下面讲完就知道 欧洲经济 当然我以前也没看懂 我日后自己研究 才把研究懂 成了国夫人 整个国夫人讲的一句话 这种制度 没有办法长出于民 一个国家 如何能够富强 首先必须长出于民 怎么长 那其实很有意思的制度 那就是普通法制度 这大概是什么 什么普通法 这种制度 是我们国人 也有法理解的 普通法制度 普通法制度 是来起源于英国 这两个制度 普通法 我们中国是什么法 中国大陆 普通法制度 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不放过来 我是台湾长大的 我爸爸是山东人 1949年 成为国民党籍 我们家根本是 太运气了 我很多政府 这一切碰到国民党 参加国民党 那一切碰到国民党 参加国民党 那一切碰到国民党 参加国民党 参加国民党 逃跑的时候呢,每天都带离箱,把银火离箱黄金,我爸爸带离箱,清宝啤酒。 然后,就到了台湾。 所以台湾呢,跟大陆一样,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台湾呢,保留更彻底。 彻底到什么地步呢? 男女离婚,到什么地步请听的哈,这你们可能都没听过的,男女离婚,财产子女,一律归男方。 财产子女,百分之百个个男方。 竟然是这样的,竟然是这样的。 所以我要离婚的时候呢,我老婆大使不起来要离婚,我一定要大陆离婚,我在美国离婚,这才是保障女权。 在这种制度之下,从台湾长到的小孩,从大陆长到的小孩,都是精英主义下的牺牲品。 什么叫精英主义,我给各位做个批评啊。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必有念书,反正是,你人虽然笨,没有关系。 你要奴隶用功,做学问做好,扎扎实实的把数学都写出来,将来就成为有用的人。 要做人上人,懂不懂吗?我说动动动,人上人。 没有,都不是考75分了,太差了吗?要用功,要考97分,要考75分。 所以我这一生了,就会是一百分才努力,穿越得过一百分就是。 但至少我的心是好的,我很想努力,但是说明才是不够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发誓啊,当我长大以后呢,我一定不必有人想要去念书。 可是我的学啊,就留着精英主义的学。 等我两个儿子出生以后呢,我那不能逼他念书啊。 我还叫礼拜六去学小提琴,学高级。 我模糊他算了。 他不是要干,怎么能成为精英了,是吧? 我相信啊,当你们成为书母以后呢,你相信,你们会干一样的事。 而且你们这一代干得更可怜,他陪着孩子一起念,你爸爸妈妈也陪着一起念书啊,他陪着你去弹钢琴,多可怜这种父母心理的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精英主义作祟。 不过再说各位,你们要打官司,这个法官啊,是农民。 哇,他请问农民,我说农民,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如果说这个法官是个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你们有什么反应?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精英主义作祟,像我从小呢,也是精英主义长大的。 所以我就不懂什么来普通话,我确实是成名成义的,结果啊,喝多水了。 结果有一天啊,我在纽约大学教书,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很聪明了,本来是不太聪明了,有两个事就变得比较聪明了。 我自己觉得在美国很名气啊,精英嘛,沃顿上学院的博士,那不得了啊,那当时,在美国就是不得了。 又是纽约大学的这个教授,经文学教授,哇,我好像高兴,兴奋的睡不到教板上。 当然有一天呢,这道美国法院的通知,叫我在台北省团,各位知道,美国法院也是普通话,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叫普通话。 虽然我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我也在教过书,OK? 那我自己没有搞清楚,叫普通话,就是书照教,故人之地照顾。 为什么今天才来演讲呢,以后把普通话走清楚了,才敢来,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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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这个人呢,还是有那种爱国心的,是不是,发美国人就过了就算了,是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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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不急能 Briefesper人,她是不是,精英 妈,啊,这,我就找我去跟陪神owym谈访,那就对了,怎么了,找别人,她错了,找一个人,她穿很整齐,像这样的。 而且呢,不然她穿很整齐,领带呢,还是红色的领带的。 因为我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是精英 我那天很激动 我就打了个逼 花了我三十块钱 到美国曼哈顿南区法院 去当北斗人法院 各位都知道 美国南区呢 曼哈顿是最差的区域 都是黑人 我是精英 结果一进陪众团 一坐下 有十二个人 另外十一个人 看着都像猪一样 一看就说不是精英 我就不一样 不是精英 有几个黑人 几个坡多的一个人 还有几个还原的妇女 他们好讨厌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非精英 为了表叔跟他们不一样 我把我姨姨移过来 因为基因非精英不能在一起 我这种种族意识是比较强的 我开始看帽子 开庭了 对方律师呢 一个一个问问题 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当非党男员 问完那十一只猪以后 他们都够资格当你们 那还够不资格 我什么精英还是不几个 我不是 结果律师走过来了 您是王先生吗 是是是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精英了 他说 请问您是做什么的啊 哎呦 别急了 怎么太伟大了 我总是纽约大学教授你的吧 金融学教授 还是商学院等的 那不是一般的精 那你有博士学位吗 我说 他当然了 我总是什么纯问题吗 你也有博士学位吗 您是哪里的博士啊 我说 我说我说莫顿三百个月的 他说真的啊 我以前也申请 他没有要我 所以不一样 不一样 那他说 下一句 出去 出去 莫顿说 出去 我说因为英文听错的 英文还是不错的 我就叫老婆 他叫你出去了 长得恶丑了 看好讨厌 看得像土匪一样 我说 就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叫你出去 诶 我说你 我是精英啊 是不是叫我出去 蛮又在问你 你看不看报纸 不是我当然看报纸 我都在看报纸 我还看杂志 我还看书 什么都看着 电视不看 什么都看着 他说我们就是不要你 总会看报纸的人 诶 我说你那么胡扯什么呀 诶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总独奇事不扯 只有我才是精英 不要我呢 我就出去 他要不就跟你讲 把我赶出去了 叫我这么复杂 我说这个中国人还是有点决心人的 要不要很K他一顿 我等他出来 他出来以后呢 结果和约悦色的呢 他是道理说清楚 他说 你知道什么叫普通话 我当然知道 他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跟你讲啊 像你这种高级知识分子 英文叫做什么 叫做paranormal 叫做偏执恐 哎 我说你骂人啊你 我骤你 他说什么叫偏执狂吗 你想想看 你会不会是什么古分制啊 什么监管新思维 搞那么兴奋的人 这种不是偏执狂是什么 一般正常的 不会为这个兴奋的人 是不是吧 这种神经病 偏执狂 像郎教授这样子 才会搞什么古分制 监管新思维 这怎么好搞的 无聊东西是不是 就是因为这么多极其无聊 所以呢 你就必须极其偏执 你偏执到某一个阶段以后 你才会一生做这种无聊的学问 达众一生 所以你这个人啊 都是先诺为主的偏执了 我听了心里很不爽嘛 太想揍他了 但是 各位想看 有没有看到 他告诉我说 为什么这些农民 可以让回南团圆 他们脑袋是一片空白 而且是不看报纸的 可是呢 他们的价值观呢 是这个社会 从小说补育他们到大的 他们的父母 邻居 师长 兄弟 朋友 电视 收音机 各方面的讯息 让这一个白痴 养成了他今天的一个价值判断 而这个价值判断呢 就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收益 叫做什么 佛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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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么 common 地狱 整个社会的收益 也就是说他们这些白痴啊 脑子里面说想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社会 自己的看法 这是不可以的 他们不要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都有一点有意思 是吧 那么 普通话 就是common 我 就是普通话 进来了 一点有意思 是吧 那 各位想想看 我们的股票市场 成立有个叫银广向世界 是吧 他说围造这个出国单据 提高收益 骗人 那么这个社会出来后呢 在我们的大陆法系国家 你发现啊 我们无法判案 因为犯罪啊 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 所以他们可以逍遥法外 但在普通法系不一样 这十一个猪啊 他们怎么判案 他们这么想事情 如果我的儿子曾经来造假的话呢 我们咒死你 如果我的儿子曾经来不能造假 那么 你上司公司曾经来怎么能够造假呢 所以就是有罪 你解决的意思吗 你不需要法条 不需要法律 你什么都不需要懂 用你一个common view 从小到大 真的胜出不育你的价值观 你就能够判案 只要你说他有罪 法官就得根据过去的惯例 来判你几年徒刑 所以 世界上好的股票市场 一定在普通法系国家 而不会在大陆打西国家 坦白讲 事实上这两个好的股市 一个是伦敦的 一个是纽约的 精神一样都会差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不要难过 欧洲大陆的西洋的差 不用难过 因为这种制度 我们赔避不住好的股票市场 但是我请注意 普通法 该看多少时间了 两个一击 差不多了 走了 来 不要走 来 不要走 不要走 好口饭吃不容易 到处里面讲 上有高堂老母 下有妻 老百姓 那么这个普通法大判案 你发现跟我们这边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判案呢 法官署是干什么的 徐州一个绝对的真理 依法判案 依法判案 你杀人就给查明 这是一定的 但是 普通法系不一样 杀人不一定有罪 因为只要老百姓在那里面生 你就没事 这叫什么 普通法系判案 是以这个社会的 公序良俗为判案的标准 所谓的公序良俗 就是公共秩序 与善良公俗 公共秩序 与善良公俗 为判案的标准 那么 以前在八零年末期 有个洛杉矶大暴动 因为当时有四个警察 看到一个黑人违规 把他拖下来啊 打了半死 当时就有个路人呢 用摄像机的全身拍摄 如果拿到中国的法庭呢 那很明显的 你就是什么 故意欧 故意打的吧 肯定有罪吧 这不用讲的是吧 你用膝盖想的时候 肯定有罪的 那么不确准 被他拍下来的 那么这四个警察呢 就花钱 请了最好的刑事律师法官司 那这黑人叫金恩 Mr. King K-I-N-G-L 金恩 他二几千呢 一直停派律师 把他停派律师给他 那么这四个白人警察的律师呢 很厉害的 马上要求停上 更改判案地点 从洛杉矶的市中心 那贫民库啊 改成郊区 路向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陪审团员啊 都从当地选出来的 到郊区啊 就从郊区里面去陪审团员 这差很多哦 因为美国的 地产税 是做什么用的 两个用途 一个是学校 一个是警察 所以这个 越高级的区域 地产税越高是吧 你的学校就越好 警察就越多 更跟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警察都很神勇 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吧 美国警察不是的 是到最富有的地方去 所以我在美国交出的时候呢 我是住在北塞啊 这边那非常好的区域 地产税是最高的 就是警车啊 一分钟买一班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一分钟一班 一分钟一班 在那个市中心的黑城区啊 警车是不去的 因为你没钱 他的薪水都来自你的地产罪 所以在郊区啊 警民关系非常好 比如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啊 当时我的儿子很小 呃 我每 我大概过年过节 给警察二十块美金 哎呦我警察感谢死了 我儿子上学的时候 警察都会停车 哎现在他们小手过街 他在上次再开手 有时候他帮我们来看看呢 把这垃圾桶啊 帮你搬回家去 对你非常好 有的时候我们家的树长很高哈 那树枝 我怕他打破肩木顶 我去到警察来砍树枝 我给他四十块美金 帮你爬上去 把树枝抬下来 放到警察里面 因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 我们不得乱丢职线 警察可以 对吧 所以把这树枝拿来 因为我们走到旁边 把他丢掉了 这几个问题非常好 所以这个十二的那树枝团员啊 都从当地选出来的 都是白人 这录像一看以后呢 这十二人说 我打得好 我打死他 我打死他 对不对 打死他就少个货败 更好嘛 所以一律 决定 警察无罪释放 这是美国的制度 你喜欢也好 你喜欢也好 你不喜欢也好 这就是美国的制度 可是这种制度啊 才能够适应今天的股票市场 大陆法新是没办法 绝对吧 这很艰难 各位解释我的意思吗 但是 为什么股票市场 在英国禁止一百年之后 又开始复苏了呢 我打平时间还不够 而且快点 擦你擦你擦擦 你快在那听啊 要擦呀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 我看看大家 有没有点创造力 我相信这大的同学 肯定有创造力的 十六世纪 有一个向东找 找到中国的教室名字 马尔波罗 那有个家伙向西找 一个扑大亚人 没有找到中国 找到美国的是谁 谁 你够想看吧 用点创造力嘛 有人向东 有人向西 肯定有人向南向北嘛 什么地球是圆的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平常用点脑筋 想想这种事 有人向东 有人向西 那一定有人向南 有人向北嘛 对吧 我就这么想了 就是向南的呢 都去南极的 都不过来死掉了 你不想北人呢 有 1533年 有 240个 伦敦商人 梅根出了50英镑 买了三桌权 其间叫做莫斯科威号 哎呀这个这个船也很麻烦你知道吧 因为他一出海就走 这要干什么 就要向北去找中国 对吧 向北去找中国 那么你知道 英文呢 有个干支 这个干支 这个干支 trust 信任 为什么有什么干支 这些船一出去就是总论子的 这毕竟回来了 那小子吧 你除了信任它以后 你能干什么呢 有解我意思吗 所以信任 就从这个船出海开始 你不得不信任它 不信任它 要是在中国 要搞不好把船拿去卖了 人是总论子 跑的就可能了 英国人 你出海 不过来 不过来怎么办呢 所以当初就发明了 一个信的是这为什么 叫做信托责任 好吧 对股东的信托 对240个股东的信托责任 那这三艘船呢 就往北上行 行到挪威的外海呢 他们搭风暴 撑了两艘船 就旗舰 莫斯科号没撑 要是我的话呢 我就吓死了 肯定回航算了 管你什么信托责任 等他回航算了 免得为死掉了 那不行了 好 下北航行 到北极了 没办了 就向右载 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平野上 下山 这200位船员呢 就划着 雪翘 走了2000公里 啊 2000公里啊 碰到一群人 这群人呢 历史上很有名的 叫做恐怖大王 艾伟 恐怖大王艾伟 恐怖大王艾伟 除了这里外 都杀掉了 哇 那刚才人简直很激动 然后呢 就拿着什么 羽毛笔啊 墨水啊 纸张啊 羊皮啊 蛋猪啊 这对方换什么 换雕皮 对吧 雕皮在那边是 跟这边紧张的讨厌 我叫你 莫斯科威标查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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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他的插票 你不送照啊 你 是几年几年啊 啊 几年几年啊 二零起来啊 二零起来啊 把这个插掉 我再插就一次 牛起来吧 一块就被一年起来 再看他脚落了 像什么 半吊起来 那这两百个同学呢 他们吊起来 就划两千公里上船 把刁饼送回伦敦 大赚了一顶钱 把这些投资钱花了以后呢 都花他们七倍的钱 所以以后只要 同一个船长要出海的话呢 他就能得到 最高的市盈率 同样的船 人家会给他更多的钱 让他去出海 懂我意思吗 那别人的船呢 就拿到比较少的钱 他的船呢 就拿到比较多的钱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市盈率的概念 上次出来了 你解我意思吧 所以市盈率高 代表你这公司有信仇责任 好吗 那么 这个世界以后 英国在内设的总部府 最后呢 给这个城市呢 取了名字 像什么名字 叫 用这个传的名字取来 叫穆斯科 所以像没找 找中国没有找到 找到了苏俄 所以这个美国跟苏俄的起源 都是因为找中国 都没找到 所以你们当同商中国人呢 应该应以为荣才对 对吧 对吧 好了 可是这种行托责任啊 1533年开始呢 他一直没有办法在英国生根 主要的原因哪里呢 因为你没有普通法的制度 对吧 没有普通法制度 这个制度是无法生根的 一直到普通法制度 有什么差别呢 真正社会的公平标准 来自于民间 理解我历史吧 因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做判案 大家知道 经过这一次 所谓的 举个例子来讲 所谓产权改革大讨论 你发现 网友意见的是最真实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是平民百姓的意见 是普通大家的common view 共同的意见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由于 普通法制度 是符合了民意 符合了社会 继承老百姓的意见 所以 信托责任 就慢慢在 每一个老百姓的 血中流着 所以从普通法 加上信托责任 就成为了英国 的一个 特殊的环节 所以我们常讲 英国人的血 只流着信托责任的血 就是因为它有信托责任 因此 英国的股市又开始复兴了 每一个上市公司呢 都认为我上市的目的呢 就像莫斯科外贛政党一样 我要有信托责任 我要进入股东呢 冲到最高的市盈率 因此而已 但这个社会的标准是谁赋予的呢 是社会大臣所赋予的 所以英国的股市 美国呢 会去美国 移民的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在英国混不下去的人 英国最底层的分子 而且这些有什么特色呢 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而且呢 都通婚自己的过去 都不想跟自己的过去 有任何来话 因为他自己混得不好 他混得好的话 他就不会通婚过去 你解释个例子吗 那么这边到了美国以后 他并没有把信托责任带去 怕是把自己带去 个人主义 那么在这个人主义的操作之下 美国的股市呢 是最差的股市 差到什么地步 差到比坚 中国还要差的底 到了1929年 美国经济大恐慌 股市大东盘 美国经济交易法的第二章 详详细细的 罗列着当时的 这个 这个操作股市的现象 我们既然发现 美国操作股市的现象 既然跟欧洲的三支金融危机 是一模一样的 我说过的 历史不断重复着过往的悲剧 只是我们不学习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 怎么办 各位想要怎么办 那么请注意 美国究竟还是普通法的国家 常复运营的道理 是很清楚的 因为从1890年开始 美国的哈里逊总统 哈里逊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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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一个法案 叫做 不写英文 就是这哈 Anti Trust Law 什么意思 反多辣事 对吧 这是法 Trust 这个Trust 什么意思 那是Trust 所以 我先讲多少个Trust 这个Trust呢 信托基金的意思 信托基金的意思 我们 我有一天文章 明年在欧洲 发表的 我们谈什么问题的 我们发现美国的Trust 基本上 都是大家族 所以Anti-Trust 就是Anti-Family 就是美国政府 从1990年开始的国策 就是反对大家族 什么反 希望 大家族 退出历史舞台 把你的股票呢 在高市盈利套现 你自己走人 然后把主要卖给谁呢 卖给中小股 把社会的财富呢 由达家族呢 转回中小股 只有这样做 才可以仓富于民 这是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的国策 目的怎么样 到了1929年 美国的股市大崩盘 崩盘的结果 是你这个目的 是你达不到的 美国总统一筹莫展 到最后 中文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总统 叫做 罗斯福 看到吗 罗斯福 罗斯福总统 想完成他的新总统一致 如何藏出于民 如何把美国的股市搞上轨道 有一位家伙 他的谋事啊 叫做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说 只有加强监管 才能够挽救美国股市 这话一出啊 全世界华人 他又水晶无鱼又来了 哎呀 那些把蛋糕做大再说 你都因为小孩子小时候偷吃一碗西袋 就把他枪皮疙瘩又来了 怎么能加弹监管 不能加弹监管 罗斯福总统 本人说不懂什么叫监管 但是啊 告诉各位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军事家 经济学家 企业家 要到第六感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哦 对不起 这个第六感是不遗传的 所以第二代呢 就必须得到哈佛干部的建议处 第三代呢 连哈佛都见不了了 下面可能没落 罗斯福总统的第六感告诉他 加强监管 形成一个有法治的社会 是美国富强的基础 这看出不了罗斯福总统 这件事情啊 改变了美国未来一百名次到今天 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总统 怎么加弹监管 第一个叫做 Securities Act 叫证据法 第二个叫做 Exchange Act 交易法 诶 这个法案在国会不够的通过 这个法案呢 大死都不够 华尔街不同意加强监管 所以华尔街呢 收买了能够参动议员 否决这个法案 否决到最后 总统不得不让步 那你想怎么样呢 华尔街说我们逃一的监管 我们尤其逃一另外一位人 这位人呢 是美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叫做 Fair Tradition 叫做 Fair Tradition 这个名字呢 叫做兰德斯 叫兰监管 兰监管 他说不要这个机构 我们重新成立一个机构 干脆各条一个字不算了吧 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好吗 就是今天美国证监会 叫什么 SEC 就是我们 懂吧 各条一个字 SEC 我们这个故事 英文很有意思 SEC 然后他说 成立SEC以后呢 主席 第一任主席 选拥有华尔街的姿态 他当时指 哎 有点差 你们这个 是不是该插都不插 来 说该插都不插 好吗 搞死我了 把这个插都不插 插都不插 你这样 大英雄 笑 你会拿你的结算 那么 华尔街决定 史泰 当时最大的专家 内幕交易 操纵股价最坏的人 去看 政议会主席 他的名字叫做 肯尼迪 他的儿子啊 赫特有名 就是美国的总统 约翰肯尼迪 这是肯尼迪总统的爸爸 当时最大的专家 最坏的人 股票操作高手 华尔街说 让这种人当 我们就放心了 哈哈哈 然后罗斯池总统 在签下这个法案的时候呢 他掉泪了 他知道 美国未来 富强白人的基业呢 就毁在他的手里 但是啊 日后的转变呢 除了用美国国家的一句话以外呢 我实在可能找到其他的名 那就是天佑美国 大家做梦都想不到 肯尼迪同学啊 哈哈哈哈 但是政见会主席后呢 立刻翻面不认人 他指派了乃克术主席 道格拉斯是第一人副主席 乃克术是第一人副主席 然后他是第一人政见会主席 他是第二人政见会主席 他是第三人政见会主席 你不敢内幕交易 你什么都不敢 因此 美国五十年的股票市场 平均收益率是百分之七点六 年一年 年一年到七点六 加上利率 但是不得了的 也就是因为 你有如此的收益率 你才有保险市场 你才有退休基金 那么我们中国保健会 顶尽保险制度 都是书名念头 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股市 你成立不了保险市场 你搞不了退休基金 必须是严加今晚地区 每年股市成立了百分之七点六 你才有股票市场 你才有保险市场 你才有退休基金 但是就会发起舞台 好 美国战的时候 开始二十千 多请注意 这代表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讲课 一个最重要的要点 法制化 由谁来推动 以美国难力来看 那是由美国政府主推动 而且 罗斯国东的时代 是美国最大政维的时代 是最中央集权的时代 你以为 你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 你是无法推动法制化建设 一个政府的过早退出 所带给你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就菲律宾 菲律宾复制了美国所有的资助 包括 政府班强大 没有办法像美国班 美国政府班的拟定法制 所以 菲律宾政府 过早退出市场结果呢 使得 官商勾结 那些 你们希望找到这一步吗 我们家的保姆 就是菲律宾大学的 什么什么 医科什么系 赵老师 因为 官商勾结 可以吸卷全国财富 法制化什么目的 法制化是给社会每一个经济个体 形成一套 游戏规则 每一个人按照同游戏规则游戏 你不会吸烂到别人利益 这是政府一定法制化最重要的目的 而且呢 英国跟美国的法制化 造成了世界两个超级强权 英国 那么小的国家 三个小宝国 能横扫全球 成为日不落魄 那我想请问各位 法制化又鼓动法 又大陆法制 第一步 大陆法系的法典是谁创造的 是拿破的创造 拿破的是五美大的军事天才 政治天才 法学天才 经济严强 他什么都会 除了做饭不够以外 什么都会 他看到了英国的强大 是因为英国普通法的强大 而且英国人跟美国的几率 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我到美国去的时候 美国有两次日光解决时间 调换一个小时 调换一个小时 那么都是在 要调到前天晚上 报纸的那个小方块说 你要调时间了 全国一起调 那天上课的时候 除了我以外 别人都不会迟到 美国也找到了 我们有这种纪律 之后 常常迟到找到 美国不会 而且美国就是三个市区 老美 走的任何市区 都是要调整时间 这种纪律是可怕的 这是普通法系的纪律 因为普通法的纪律 是留在学里面的纪律 拿破仑看到了以后 他发现法国人 没有什么纪律 而且这个拿破仑所接的法国 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那很差的 那很差的国家 到处暴动 社会混乱不开 他想着办法 你没有纪律是吧 那么我就让你有纪律 我就建议法条 由上而下 由外而列的法条 我告诉你 咱们说你怎么做 少啰嗦 这样你靠手就不准靠右 这样你忘信了 你就不敢停下来 这样子 用法条 让你的国家有纪律 是吧 第二步 大陆法系的法典是谁 不靠你们了 我不要讲 因为时间不够了 德国铁学展向的意思了 那么 各位都知道 德国的纪律是无语论 两周 只有一个国家 是最有纪律的 是他的国家 这个世界三百年来的历史 都是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所改写的 其他国家呢 包括我们中国在那边 都是贫穷 落后 愚昧 为什么 我们是一个没有纪律的民族 所以今天过来是哪种法系 你是普通法系也好 你是大陆法系也好 或者你是日本独生的法系也好 各有的特征 这国家的国民呢 是极其有纪律 这才是强国日本 那给我起注意 法国的 日本 中产阶级 才能成长 这个社会 才能稳定 一般专家学者呼吁 缩小政府资争 那都是害我们的 下来啊 下来啊 你们啊 准备去当民用的 对不起 各位 告诉各位啊 我今天啊 为什么千里悄悄的 跑到这里来 给你们做这个演讲 因为我们这代 因为我们这代 就是不可告别去的 你看不到哪些人 不会老百姓 不会跟我讲的说话很少 像这种人啊 都是鸡少数鸡少数的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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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来 来 来 我 你 我是最对的他 名决名 那么他是在 这个 黄花钢 七十二年时之一哈 他在打仗先天晚上 写这空戏给他太太 不是写这个亲爱的 他才叫意印 意识的意 反应的意 意印轻轻如物 各位请清楚 你们都没有当过爸了 你们都知道 他的孩子还在里出生 太太怀孕 怀孕就是几个月 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 是很难离开这个家的 很难离开太太 更难离开自己 还会出生的孩子 而这个人为理想 很上赞赏就可以了 大家实在在哪上 与其决定书里面 讲了一句话 如果生日是女儿的话呢 林决宁希望 他能够嫁给学者 如果是儿子的话呢 他希望他能够当学者 我在台湾大学 进行这种面书的时候 有一位科作教授 他的名字叫这里 他的话法叫做林决宁 那么上帝 会给他这个名文 因为他的要求不是太多 要说一百万跟他给不起 但是教授有什么了不起 太容易了 这种本领的人 都是一类 你说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 我今天来个目的 就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的国家希望啊 就在你们身上 好吗 谢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